欢迎回到新闻大追集的节目现场 我们看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这个十一生计公司的总经理 宋美时宋总经理 她说她是一个爱美的女性 而且她同时也是一个有爱性的妈妈 因为她当时是为了让自己的宝贝女儿 可以用到这个纯净无染的 这样的一个保养品化妆品 进而产生这样创业一个动力 而且我觉得她也是有一个 非常远大目标的这样的一个 事业女强人 总经理其实你有一些目标 还没有达成对不对 你希望可以在近期之内 让这个十一生计 就是2015年目标要达成 全球营收有十亿台币 而且要成为台湾第一家股票 要公开发行的这样的一个医美公司 那您认为具体这样的一个梦想目标 这距离还有多远呢 而且下一步您认为 您还想要设计出研发出 哪一些可以令人惊艳的商品 有一个大师说 伸手向天举 那就算摸不到彩虹 也不会满手污泥 那其实目标设定 就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那我觉得台湾也很有机会 可以把品牌 化妆品牌走向国际 而且可以真的可以有机会 可以到规模的经营市场 那我觉得产品的后盾是设计 那个设计的背后是品牌 品牌的背后是文化 其实我们台湾有非常浓厚的文化 刚刚在座的与会的先进上面 都有非常浓厚的文化背景跟内容 我们台湾在这一块 从里面面膜里面的棉布 台湾是纺织起家的棉布 里面的萃取液 如在地的水质的萃取液 台湾有非常多的鸟兽情的美 整合在里面 它非常有机会可以走 那其实我的目标 预定2015年 2016年底可以上市 是做IPO的上市情况下做 那现在因为受到外资的瞩目 所以今年也拿到外资的 外资的入股在公司里面做 那这个目标设定 纯粹只有一件事 梦要远大才能走出来 那我想要做的下一个地方 怎么样完成我现在的梦想 其实我想要把新东方文化 结合时尚美学这一块时间 然后把它走出结合观光农业 面膜不再只有只是自用市场 它还有观光礼品 伴手礼这个市场里面整合起来 那它自此就可能逐梦踏实了 对 说到伴手礼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大陆观光客 他们到这个就是医美通路区 用扫货来形容对不对 他们都会买这个面膜 他们都觉得说台湾面膜 就是超赞的 台湾面膜里面据统计 去年自用市场就有31的市场 陆客来台湾第三名买面膜 但是这个市场上只有陆客吗 其实不是 我的目标其实是走国际精品店 所以目前走的这个市场上面 除现在里面除了台湾的 免税商店以外 那除了高铁有贩售 那台湾的五星级酒店 现在的五星级酒店 下一步就是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 所以现在走的已经铺这个通路太久 是 而且也要让它走向国际化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刚刚总经理说到一个重点 他说这个产品的后盾是设计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 在今天让大家为之经验 这个031刷具的部分 它最重要就是在设计的部分 是有非常创新的一个概念的 而且我们拿到资料 我们看到这个洋洋洒洒很多 拿到了很多这个设计的一个奖项 经理就要来跟你请教 你们这些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概念哪边来 你去哪里找到这个 这么多具有创意的设计师 而且每一年 我们看到几乎每一年 都有不一样的设计出来 对不对 是 应该说我们在做这些研发 跟创新设计的时候 其实还是不脱离 我们自己的一个根本 我们是以人为出发点 是 因为毕竟有人这个东西呢 它能够让我送礼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我的诚意 所以不妨 您看到我们以往的不管是美人装 或者是参加一些设计大赏 如同我手上这样的一个刷具 它其实就是来说 除了卖商品之外 它可以把一个送礼的一个心意 传达给消费者 给一个送礼的人 然后把这个情意传给别人 这是我们在 做各式各样的发展的同时呢 给大家带到的 就如同处长刚才有提到的 很多东西就是让我们原本的 传统的东西能够变得更 价值化 更生活化 是一个礼品的概念来做出发的 是 我们看到今天来这个 现场这三位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代表 处长是不是感觉 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生命 来爱他们自己的产品 爱护这一家公司 因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这个宋总经理 您当初创业 是把这个房子拿去抵押 对不对 你是完全没有后路 处长是不是认为说 像这样的一个 我就觉得我没有后路 就是只能往前冲 这样的一个气势拿出来 才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三家企业 可以创业转型成功的一个关键 对 所以主持人 讲到最好的一个例证 就是说公司能不能成功 就好像你带一个团队 是不是能够打进这个全世界 可能去看这个领导来 从他们这个讲话的眼光里面 跟这个口气里面你可以讲 第一个他知道公司要做什么 未来中商城要做什么 他的目标 那他怎么样去让他公司能够更深化 这个是目标跟他的愿景 非常清楚 而且他知道要做什么 这才重要 团队人家靠你领导 而且重要的是他还养活了 很多的就业者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 你们发现他们工程特质 善用政府资源 重要其实都用轻的 明天一讲 用轻的 这么轻就这么轻 你的创新研发经货就有了 用轻的以后 他就能够慢慢把他的资源 做有效分配 而且做整合 所以善用政府资源 也是他们第二个关键 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他们的共同 其实最成功的关键就是说 怎么样去掌握那个机会 我们在探很多的创新研发 最后那个机会你掌握到 你就赚到了 所以我要给中小企 很多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 怎么样去善用那个机会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 你在进军国际的时候 刚好政府有在 在推这样的一个政策 你就赶快来继续我们 那另外又 比如说天灾地变 刚好很多企业 像水灾很多企业受损 但是你的企业刚好是 能够抓到这个时机 你刚好你就能发了 我们说SARS 很多的为医疗器材 都能够趁着机会 能够发一笔 所以在Michael Polo理论里面 它就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要让他们知道 这个给很多中小企业了解 这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典范 对 就是说政府有这样的资源 大家一定要伸手 不要说求救 伸手要求大家来帮助你 就拉你一把 让你这个企业转型可以成功 但是还是要回过来 要请教的是宋总经 那你认为在你整个创业过程 刚才提到 你把房子都拿去抵押了 你觉得在创业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最困难 最困难的时间点是在哪里呢 应该是你的投资的金额 已经见底的时候 还是回到现实面资金 对不对 是 所以刚刚说实在话 借这个机会 真的要谢谢中小企业处 我其实我是一个 小女生创业的一个小东西 台湾有非常多女性创业者 我第一笔得到鼓励的地方 是参加中小企业处的 新创事业奖比赛 新创事业奖 对 所以我在三年前 拿到第一个新创事业奖 然后这个品牌 我又再拿了另外一个 新创事业奖 这两个奖上让我觉得 我自己的business model 有机会成功 我也因为这个机会 有机会让这些 来参加比赛的评审人 给你丢一些问题 是不是你曾经没有思考过的 所以其实反复思考中 才会琢磨成比较小的小细节 其实魔鬼就在细节里 一个事业的成功 可能往往就是那一点 你没有看到 忽略到 所以这些都是导师 所以中小企业处提供的 不是只有经费 很多学习的地方 都是在这里 同业里面的学习 然后这些长官的教育跟内容 还有群聚的活动 让我们在这边 才有机会曝光 是 就像刚刚宋总 已经讲到一个重点 这个企业想要创业 甚至是转型成功 除了这个企业主本身 要非常努力之外 政府的一个政策 还有扶植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 下段节目就来看看 这些企业如何在政府的辅导 扶植之下 找出自己在市场上 独特的一个定位 另外还有 在现场这三位的 这个企业代表 他们的一个成功模式 还可以成功复制到 其他的企业身上吗 我们休息一下 好 上回来